各位麻眉朋友好 又是我黎文和大家吃一些馬場花生 講到現在榜首練馬師 暫時最新排名依然是姚本輝 今天他憑著這隻保城智勝 再領多一場 現在總共的頭馬 以57場頭馬 仍然都排在第一 但是後面殺上來的 高東尼和大摩 也都有馬贏 高東尼今天憑著時時精彩 現在累積到48V 距離姚本輝9V 看看去到季尾會不會再有變化 至於大摩也是不簡單 大摩今天憑著兩隻馬 關乎這隻捧了三級賽的常錦恩 和一隻新馬的萬眾力德 贏兩場頭馬 今天整個孖寶之後 以47場排過第四 高東尼是48 阿摩現在是47 雖然說第三和第四 其實只是差一場分別 這兩位人兄 高東尼和大摩 那些子彈依然是比較多 看看姚本輝的質身馬 可不可以繼續 接到 接到 繼續鏟上去 還是後面那些大子彈的馬房 就可以追到上去 講到姚本輝質身分子 怎麼可以不講這隻保城致勝 其實今天姚本輝也有一隻馬 叫做友好日子 在尾牆 都是只不過輸少少 是輸了給那隻建塊聯盟 姚本輝就飲恨了一場 就輸了很少 這隻質身分子的保城致勝 當然是姚本輝旗下一筆 爭分分子 這隻保城致勝 今天換了莫雷拉 撿回個漂亮檔 升班 都然是輕勝贏馬 連馬斯姚本輝贏了這隻保城致勝 搏咪就是這樣說 他說保城致勝 今場升班再跑 他說副榜一定是減了數 他是一早知道 潘頓未必可以做到榜 所以 我就已經找到拉叔幫忙 拿好支筆 訂了拉叔 他說今場贏馬 那個關鍵 就是突然間減了這麼多榜 還有又撿到四檔 當然是給這隻保城致勝 有一個更有利的條件 去發揮這隻馬 他說莫雷拉也是一個前列的騎士 再加上守風又夠了 順 那就贏馬回來 這一隻保城致勝 就真是一隻好馬一隻 忠心好馬 做的時間都是不錯的 他說姚本輝就說 他跑了以來這麼多場 其實他也是很忠於執行騎士的指示 很少犯錯的 他說是進步緊的一隻年輕馬來 至於馬主勝蕭的蕭山的兒子 就是這樣打咪 他說金仔因為潘頓做不到榜 我就找拉叔去騎 他說今天在拉叔的跨下 跨下有什麼 就是保城致勝 就贏了馬 他說至於下場 這隻保城致勝的主帥拳會落在哪個騎士的手上 就是哪一個萬能插租啊 馬主說呢 我都貌知道 一切都交給姚本輝決定這樣說 他說 馬今天升上三班贏馬 表現還有進步 他說 保城致勝是姚本輝親自買進來的 質素應該是不錯的 他說 將來呢 是可以跑更長的路程 他說 既然在1200米都找到食 就先跑1200米 到時成長才再拉程 不敢說 各位相信這隻保城致勝可以跑長一點的 馬主就是這樣說的 各位師兄找知筆就抹下他啦 講開又講 講到羅庫泉 今天都是精兵進出的 成績都不錯 憑著一隻上場贏馬 不是 上場文化的那隻叫做海運之星 今天潘頓退騎 剛剛頂著這隻線路勇區 初次真情千四都照贏 馬主陳山 其實上季就已經是引入了這隻叫做海運之星 其實他們的目標 原來是想著這隻馬是跑打比的 不過因為呢 是有了傷患 所以就才擱置了跑打比的計劃 嘩 想著跑打比 那現在才贏四班 即是還有多少分啊 羅庫泉贏完馬 博咪就這樣說 他說 好多謝馬主啊 給了這麼多耐性我去搞這隻海運之星 是不是啊 那羅庫泉就整場頭馬來探一下 這麼有心機 他說海運之星過往健康有問題 其實已經是花了不少時間 不少心機去調理他 是的 調理一下 他說呢 就好多謝馬主 給了這麼多耐性我慢慢調理這隻馬 他說今天可以為這隻馬 拿到頭馬來報答馬主呢 他都說好開心地說 他說其實海運之星在松化呢 已經是有一段長時間的了 他說他過往整日都怕怕青青 他說上次在香港初出 帶了頭套呢 所以走勢呢 就不夠理想 他說今天再出 除了頭套啊 這隻馬就表現不同了 那羅庫泉就說 除了頭套整隻馬 不同了千四照贏 他說如果不是受傷的話呢 是可能目標跑打比的 他說希望他呢 是繼續可以進步地說的 說完了 連馬司暫時的龍虎榜呢 都是一番風雲識變 雖然姚本輝今天呢 有兩隻馬都叫做飲恨了 金莊令和那隻叫做有好日子 是啊 但是都依然是戴緊頭的 至於騎斯龍虎榜又怎樣呢 這兩個萬能插鬚呢 不單止呢 就是前左右都插 今天呢 更加是兩位都大演武子棄發 今天呢 莫呂拉 先贏了一隻叫做 及時行樂上場 蘇迪洪肥去外檔 今天換雷神呢 為這隻及時行樂就補飛了 接著呢 再騎啊 姚本輝馬房 上次呢 十二檔 今天執過四檔 升班呢 換莫呂拉又贏 保城致勝啦 即是上場兩隻搏失的 今天換阿拉叔就不用再搏失了 接著再騎他半個波士 那隻叫做共創繽紛的新馬啦 贏了這個頭馬之後呢 大演武子棄發 就贏了三場了 三場就完的了嗎 當然不是啦 原來騎啊 荒仔的馬 莫呂拉 影真特別好心機呀 那隻精彩什麼什麼 涉萊蘭 飛雲追 放到回來三十米斷 下場保重啦 今天這隻關鍵時機一路貴多 不斷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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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記錯 這隻關鍵時機 就憑著 拉肅舍 去內蘭那裡 省到盡 回來呢 贏了個備位呢 跟潘先生一樣 大家不是贏一場 不是贏兩場 是兩位騎士 兩個萬能插鬚 足足就贏了四場 四乘二 即是十一場馬 他們就立了八場了 講完莫呂拉 當然是講 潘頓今天又是怎樣 至於大家都是贏四場 但是潘頓代的獎金 就認真不簡單 因為有兩場都是吸制賽 第一場新馬賽 那隻萬眾力得 上場贏馬 今天萬步速再贏多一場 魔法幻影又來了 第二場呢 就憑著羅庫泉那隻 想著跑 打給海運之星 但是因為受傷的關係 所以就打給美夢 就擱置了 看看可不可以現在追數 這樣追 潘先生就憑著海運之星 就力壓到那隻線路勇區 就贏他今天的第二顆入球 至於第四場 由這隻短途的三級賽 憑著常錦恩 上次蝕恩博失 是不是呀 換我潘頓的屁股下去 順利就贏馬而會 獎金就代代平安 跟著贏完這場吸制賽 不只今天騎著高東尼馬房的 時時精彩呢 更加再整多一顆 大家都是4比4 大家的頭馬數字呢 就是沒有變的 大家都是 兩個都是平排的 都增加到大家是123場頭馬 這兩位人兄加起來 已經立了250場 其他的騎士 真是眼光光 喝了豬肉湯 講開講又講 講到我們的萬能插蘇 其中之一的萬能插蘇一號 潘頓 今天認真運氣 就麻麻地 不是說他拿不到頭馬的麻麻地 而是馬發脾氣 搞到他都麻麻地 但是有時候 都可以來護到一些端毅 聽聽雷文 為什麼解釋一下 什麼端毅呢 他憑著方家帕那隻快步速 就突然發了脾氣 就將潘頓 扔了下來 快步速 終於就是沒有得跑 搞完這隻快步速之後 雖然潘頓都依然出賽 爭到成績 但是去到第十場出閘的時候 審集成的帝豪寶寶 突然又跪了一跪 搞到潘頓又是滾了六個樓 但是受醫 不是受醫 是醫生檢查 怎麼會是受醫檢查呢 醫生檢查過潘頓 就認為他適合出賽 為什麼適合出賽 是不是心中有馬 第十一場 有隻叫做開心日子前場 由他驚手給人問話 若然身體不適 沒有機會 就回家休息一下 都可以 我們潘頓大哥 怎麼會自在那千多元的賊騎費 終於 那隻帝豪寶寶寶 扔了下來 幸好都叫做潘頓便沒事 那獸醫 不是 醫生檢查潘頓便沒事 可以履行餘下的聘約 騎上那隻叫開心日子 那隻開心日子 潘頓心中有馬之下 就紅紅紅聲落飛 不用問話了 不會撐住來跑了 那出之 落飛 紅紅聲之下 但是就跑過 披回來 輸就輸得很近 今天雖然潘頓兩單落樓 但是做了兩場吸制賽 那當然是肥仔過肥仔啦 講開又講 講到今季最後一場一級賽 國際一級賽的渣打冠軍棋姐打杯 由大熱門的時時精彩 就繼續纖綿了這一場的國際一級賽 這隻六歲的時時精彩 今次仍然都是他的拍檔潘先生的跨下 雖然直路好像有少少好像停了 但是呢 後面的馬撲了 湧一湧之後都跟著停 那他也是贏了這一場頭馬 頂得住任我痕呢 和扣女的添滿意啦 其實高東尼就是拿這個杯的常客來的 八屆比賽裏面就立了七屆的 其實高東尼呢 就贏完馬呢 是怎樣打咪呢 就時時精彩呢 他說呢 其實比起以往 贏過這場賽事的 即是和他自己馬房的馬 加州萬里呀 張林呀 巴基之聲呢 他說呢 就跑這個一里半圖程的實力來講 他說其實時時精彩呢 是最出色的一匹來的 那我聽聽高東尼怎麼說了 高東尼就說 時時精彩啦 在這個優秀的長途馬裡面呢 他說是最好的一匹 雖然呢 他不是說有最常乘的速度 但是他的心智上就是 卯德坦這樣說的 即是不是說速不速度的 是說鬥心啦 和那個聽騎士的指揮啦 那麼潘頓呢 今天就拍著這隻時時精彩呢 就贏了這一個遮打杯呢 之後潘頓就打咪啦 他說根本毫無疑問來說呢 時時精彩啊 就是我騎過呢 那麼多長途馬裡面 是長途啊 最出色的一匹 那麼今次這隊人馬組合啦 就交回 即是預期的表現啦 那麼以2分26秒01的贏馬時間 就頂住了任我行同天滿意啦 那麼其實時時精彩呢 是今季呢 是第二場的一級賽頭馬來的 即是兩場一級賽的啦 時時精彩已經頂了 其實現在的馬王爭奪戰呢 即是未到最拉尾那一刻呢 都不知道是六死誰手的 那麼潘頓就說啦 他說時時精彩呢 其實呢 已經是立了一個很出色的成就啦 他說根本呢 就不易再突破的啦 他說一如近季啦 他在這個馬季中呢 一直保持著優異的演出啦 他說有這樣的成績呢 其實是實至名歸啦 他說當然有很多人提到 金槍六十的成就一樣是好 但是他說那隻馬只不過是贏 四歲馬經典賽事的系列啦 但是呢都未在最高水準的一級賽裡面呢 跟其他年長馬見過啊 他說潘頓考慮過這一點呢 他認為時時精彩的成就呢 是應該更加難能可貴的 這樣說啊 即是投票投馬王啊 各位聽下我的分析先啦 即是潘頓的分析啊 你也是贏四歲系列賽啊 未跟年長馬見過 至於時時精彩呢 今季贏過兩場一級賽啊 潘頓就是這樣出了口術的啦 他說時時精彩 今天呢 在衛冕之中呢 其實呢 即是 今天呢 是一面倒的大熱門啦 但是大家都看到贏馬的過程呢 又不是說想像之中那麼輕鬆 其實都不是說不輕鬆的 只不過可能要跟著馬克羅斯前一點 那他說潘頓就是這樣說 為什麼呢 他說在出馬小的場合呢 你騎著一隻大熱門上陣呢 要贏馬其實都不是一件異事來的 因為你經常都被人瞄著離騎的嘛 你是大熱啦 當然有很多人拿著把刀仔 想著想刀仔鋸大樹的啦 是不是啊 那麼他説呢 今天的對手呢 亦都是明顯針對著我而來的 即是時時精彩和他呢 他説 不過幸運啦 他的馬呢 實力又夠啊嘛 可以克服到困難呢 所以都是贏到這場馬 這麼說的 你們找把刀仔瞄著我 想鋸我一棵大樹都沒有那麼容易啦 一場馬為什麼時時精彩 好像贏得來吃力一些呢 因為潘頓呢 一早就跟著同購那隻馬克羅斯 沒有在之前這樣被馬克羅斯單騎領放 即是不想讓你走掉啦 是吧 其實早段步速就不是慢啦 潘頓呢 就已經 即是不慢的步速 就已經將時時精彩呢 咬住馬克羅斯一個馬位到 潘頓就是這樣說的 他說時時精彩呢 是最出色的一隻馬來的 即是那場賽事啦 只要你讓他佔取到合適的位置呢 令到他自己走得暢順呢 他就自己會搞定的啦 即是那場馬自己 你跑啦 他說今次呢 其實我都有點覺得詫異的 他說天滿意在我裏面呢 不斷受摧拆 他說那隻馬本來是有機會 留後呢 就想著琴我的嘛 那麼可能會令到那隻馬 可以走得更為鬆容啦 但是呢 他的安常人 田泰安呢 就想向我施壓 這樣說啊 不是施暴啊 是施壓啊 那麼到過頭來呢 反而呢 就令到他們自己 天滿意和田泰安呢 就不利啊 他說天滿意這個戰術呢 就令到那隻任我行呢 也都要消耗了更多的氣力呢 在前面保持位置 那麼田泰安一早就說呢 就波咪 即是未跑之前 波咪就說 我會瞄著馬克羅斯來跑的 但是跟著馬克羅斯斷 這樣就天滿意 當然是跟著這隻時時精彩 難道跟著這隻馬克羅斯 在那裡退嗎 是不是這樣說呢 那麼班頓就說 他可以再次呢 就 即是他再次認為 坐騎在最後200米呢 是未能夠再加速 但是今天呢 他呢 就可以保留多了一些氣力呢 在等對手想著挑戰我的時候呢 這隻時時精彩再折一折 其實比起以前呢 他覺得 反而他覺得這隻時時精彩呢 是自用兼備的 他說他可以感覺到 當對手追上來的時候呢 那隻時時精彩呢 是可以再次加速 即是再折 這樣說的 今天潘頓的競爭是威水啦 贏完高東來的時時精彩吸制賽呢 其實連大摩那隻 另一場吸制賽的常錦親 不愧為我們的馬長萬能插鬚啊 不愧為我們的馬長萬能插鬚啊